林毅全在前個半局 兩出局三了有跑者 沒有辦法當英雄打出再見安打 不過觀眾朋友如果持續的鎖定我來體育台的話 您長久的等待是有值得的高金城武 在中華職棒的初登板 高金今年是42歲了 183公分81公斤 是拿過日本職棒四次救援王的 他也到過美國大聯盟去 美國加日本加起來有300次救援成功 在韓國職棒也出賽過一勝八救援 這個大頭手 日本職棒生涯36勝486次救援成功 四次救援王 高金城武 上場之後要先面對的是余靜德 拉牛的第二棒 所以他還會遇到林志勝跟陳金鋒 上來連投兩個壞球 要看他的投球的尾勁 這個球投進去了 控球 132公里 145 現在一毫兩壞 當然以他的年紀 42歲 就要再投到150就很難了 5 背叛壞球 一毫三壞 主要就是靠偉勁在跟打者周旋 稍微高了一點 又外交 畢竟選得不錯 好 這個球投進去了 兩好三壞的滿球數 下一棒的打者是林志勝 12局了 最多就12局了 對 所以 拉牛就剩下這個半局能夠進攻 這個球出手了 游擊手 攔截到之後 全門進來 刺殺了打擊的余靜德 游擊手 去年游擊金手套獎得主鄭兆航 這個球彈過了投手的頭頂 這個球內角球很刁鑽 有深卡球的效果 這個球不打的話 有機會是壞球 會讓你在看的過程當中 都是好球 你出棒的瞬間的時候 他突然又轉進了 打擊輪到的是大師兄林志勝 今天四局上班揮出了 本季的第一號全雷打 去年打了31支全雷打 慢的 慢到只有98公里時速 曲球 對 投金全無 1994 1999 2001 2003 都拿下中央聯盟的救援王 當時在 楊樂多 又是慢 慢的也投進去 好球 可以說是一個側頭的溜溜球 你要跟進來都不容易 2004年他行使FA自由球員資格 到美國大聯盟 噴慢 92公里 連續三顆溜溜球 林志勝 棒子揮了兩圈球才進來 你看看 非常的慢 還會下墜 對 92公里 跟沈伯昌有拚 快的又136 速差 40公里左右 對 快40公里 他在美國大聯盟是加入白襪隊 然後也加入過大都會隊 兩好兩壞 這一棒 打得強勁打穿了一壘防釋 形成了一局安打 大師兄林志勝 給高清晨無額見面了 在12局的上半 敲出了一個強襲安打 反向攻擊做得很好 球有殆勁 這個球是直球了 又稍微偏高了 這球是打得很好 一壘手取國龍 也是拿過一壘金手套獎的 呼出去沒有辦法來接下來 這支安打也是林志勝 七年聚光生涯的第594支了 也快600安了 差六支安打 600安 差兩支全壘打 百紅 現在要看陳金鋒 對上300次救援成功的高清晨無 林志勝去年11次倒壘成功 一次倒壘失敗 陳金鋒在打 投手推開投手板 對 預防對方可能會倒壘 因為志勝也有倒壘的能力 速度也是蠻不錯的 而且林志勝去年11次倒壘成功 只有一次失敗 而且連續9次倒壘都成功的 第一個球走外角去取得了好球數 林志勝用了一個假跑來干擾 他假跑還跑蠻遠的 他離壘蠻遠的 小心不要回不來 高清晨無也是屬於側頭 對 尤其他的大曲球 比較慢 來一個慢的陳金鋒 這一棒轟到左外野方向 左外野方向 結果是在界內被接殺 一蠻的跑者裡一蠻 上到了二蠻 這個球是打得非常地深遠了 結果還是在場內 最後是判定是在界內 被左外野手余賢銘給接殺了 兩出局 不過林志勝趁這個機會上到了二蠻 攻占得分位置 這拋力很積極 這拋力很積極 這就是外野手的背力的問題 自勝知道這個時候來到二蠻 就是一支安打有可能搶下今天的第一 對藍綠來說很重要的一分 第二分 那現在考驗的是 新秀爾林鴻鈺 是不是會朝著右外野來攻擊 投打差了十八歲 投手高筋 陳烏四十二歲 林鴻鈺二十四歲 現在的對決不是年齡的問題 是實力的問題 還有運氣的問題 就看你能不能夠掌握這個做英雄的機會 林鴻鈺 前面四次打擊 沒有安打 這個球結果插冷一下 內野的軟弱滾地球 投手接到傳業 以慢至快 刺殺了林鴻鈺 十二局上半郎六雄隊沒有得分 雙方還是一比一平手 嗨 倫敦好